1977年就主张使台湾成为新而独立的国家 作者 廖玉涵 发布时间 2022年6月24日17点53分19秒 沃草记者廖玉涵报道 统派组织成员周文伟 针对美国加州尔湾台湾长老教会的仇恨枪击案 让长老教会对台湾民主运动的贡献又再度被提起 1950年代起长老教会在国际交流下 开始反思台湾身处威权统治的处境 并在戒严时期三度发表宣言批判独裁 最著名的就是1977年主张使台湾 成为新而独立的国家的人权宣言 让国民党忌惮的外来势力 长老教会约在1865年前后来到台湾 黄克仙说为人所熟知的传教士马协算后期的 比较早的一批牧师 马雅各等人 是从苏格兰到台南登岛 现在不难在台南对台湾现代化有很多具体影响 黄克仙认为平平都是外来势力 但长老教会却相较国民党升更融入较久 台湾人信徒也很多 让国民党十分忌惮 他指出在威权时期长老教会就有几万信徒 现今约有20万人是很庞大的族群 对于威权政府而言 长老教会更可怕的是源自西方的三级民主机制 这很像政府的中央地方分级制度 还用投票选出总会中会小会代表 他形容这事 直接在国民党的威权体制下搞民主 1960年代开始 普世教协决定不应让政治凌驾宗教 开始接纳左倾的东欧教会加入 也衍生出解放神学这类从底层角度批判独裁国家的思想 被当时的独裁者蒋介石认为是赤化 当时台湾加入普世教协的教会很多 不止长老教会还包括进信会等国语教会 但普世教协逐渐被国民党政府认为是有问题的组织 蒋介石要求各教会退出 唯独长老教会认为有宗教自由坚持不退 即使被设为党国牧师的两讲家庭牧师周莲华 也因信仰主体性高认为不应该退 还遭情致高层恐吓他 不要以为你和蒋介石 蒋宋美龄多好 国际交流被视为赤化大联盟 长老教会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1965年长老教会传入台湾100周年 举办百年庆祝大会 邀请许多普世教协高层共襄胜举 因此被国民党盯上 被认为这是赤化大联盟 景总更因此成立720专案监控且各方施压 长老教会分道扬镳的起点 从1965年起 长老教会与国民党政府历经几度交手 国民党政府展开严密监控 长老教会则善用国际声援抵抗 国民党政府在1980年 终于如愿逮捕高居明入狱 但此举却带来极大的国际压力 最终高居明在1984年被释放 客户单位也开启导专案 期待从内部渗透 让长老教会改邪归正 但没有一次成功 国民党政权试图投入很多资源控制 去吃下长老教会这个很难啃的大骨头 但试了几种方式效果都很失败 长老教会不仅有跨国性 更难得的是愿意去运用 相对的反例就是天主教会同样拥有跨国资源 但在国民党政权下却从来不反抗任何政策 任何事情都是寻体制内沟通 天主教整个高层都和党国高层的人口特质很接近 像是共享抗日流亡到台湾等生命经验 让他们对于党国多一份同经理解 也对于本土事件像是228 事件少一份同理和感受 长老教会牧师而言 在228事件中被迫害是普遍的经验 这差别会让面对威权体制的不合理 做出不同反应 尤其1949年以前 台湾没有太多天主教徒 大多都是跟随国民党一起从中国来台湾 特别高层人士更是 至于为何对台湾社会控制甚深的国民党威权政府 却无法处理长老教会 国际局势是重要原因 冷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很仰赖国际支持 企图博取国际世界一份子的名声 更是在意美国的想法 尤其这些国际政权对宗教 自由又有着不可退让的坚持 长老教会才让国民党政府觉得首尾难顾